one two three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巴黎 一位美术家的家里 到巴黎已经两天了 今天是第三天应该是 昨天出去了一次 今天出去了一次 跟大家聊一聊 我到巴黎初步的印象 首先巴黎我不是第一次来 以前来过好几次 那都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好像是200年年代以后 就二十多年就没有来过巴黎了 巴黎以前对我的印象 就不是太好 说心里话 那么这次来一号 重新刷新了自己的认知 那么今天跟大家不包不贬 就跟我谈谈我的真实的 对巴黎的这个印象 第一次印象 当然这个印象不一定准 不一定包括所有的巴黎的情况 这是我所看到的 进攻大家参考 第一个我谈谈物价 第二个我谈谈这个基础建设 主要谈谈地铁 第三个我谈谈这个法国的fashion 这个时尚 就谈这三个方面 大家应该对巴黎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顺便讲一下 这幅画就是我的朋友画的 如果对这幅画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们联系 下下中文广告 那么到了巴黎以后 这个我打开朋友的冰箱 不好说 基本上没有我能吃的东西 没有一片面包 没有一个鸡蛋 没有一瓶牛奶 一冰箱的水果 我这个朋友说 他是一个讲究健康的人 所以他只吃自然的食物 当然了 还包括草树叶 这个朋友都吃 唯独没有红烧肉 那我这个朋友讲 到了那天已经是晚餐了 随便就对付一下 还好这个朋友有一点碎肉 有一点解冻的牛肉 我就炒了一个饼豆 我们两个就高高兴兴 吃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出去买菜 我说我们去买菜 我是刚从挪威 大家知道挪威是非常贵的 然后到了西班牙 觉得西班牙跟挪威比起来 所以是很便宜的 对吧 那我都知道了法国 看看法国物价怎么样 这个朋友啊 这个开了车啊 当时我来开车 我喜欢开车嘛 然后就到了一家 他认为是最好的这个超市 这个超市是专门卖 这个organic 叫做有机食品 那一般都是比较高的 对吧 往天上看的那种超市 你走进去 那个是雇员比顾客多 对吧 雇员我看了至少有八九个 顾客有那么三四个 我就知道这个地方啊 不是我喜欢的地方 但朋友坚持 这个地方 他爵士 他这个肉啊 什么东西都是当天的 什么都是健康的 他的食品都是什么什么 结果我是买了一盒鸡蛋 买了一片油 买了一块肉 虎花肉 那个猪肉啊 卖到二三十欧一公斤 二三十欧一公斤 选了选选选选 选了个最便宜的 十欧一公斤的 买力大块 那就是最便宜的 在他们店里已经是 最便宜的肉 那个那个带皮的那个 那个那个十欧 那稍微好一点点都是 三十欧四十欧 这个猪肉那么一公斤啊 我看那个价格 总之那个店里 我只买了三四样东西 大概四五样东西 不知道多少 可能出去了三十八欧 我就有点心疼了啊 这个 这不是我消费的那种 那种那种观念啊 但是朋友坚持 这个健康 这个绝对是好的 对吧 然后就去第二家超市 第二家超市就 又买了一些东西 那就比这个超市 就要便宜 便宜不少 但是朋友说呢 这还不是最便宜的 你到便宜地方 那有一家叫Lidley 这家超市 我是知道的是德国人开的 那是我最熟悉的 也就是我去年啊 跟那个 一个三个情童的妈妈 就是有三个小孩子 我特别喜欢的 在法国的 她的妈妈 是专门去这种店买东西的 所以我对这个店非常熟悉 而且我自己也是 抓不出这种店去买 就跑过去一看 她那个肉啊 只有这个 八九块钱 八九块欧 一公斤 也是那些五花肉 而且给你切的好好的 蛮漂亮的 这我朋友说 这种肉我肯定不吃 为什么 太漂亮了 太好看了 这个土豆我肯定不吃 因为太漂亮了 太干净了 我说你要吃什么呢 我要吃那个快腐烂的 那个东西 只要是好看的 像那个西郎花 长得漂漂亮亮的 我都绝对不吃 因为快烂了 有虫了 所以她那个家里 那个蔬菜 她说有很多蔬菜 我看了 水果和蔬菜 好像都是要烂的 都不烂 她不放心啊 那个东西 你放到里 不烂的 你说那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她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才发现 原来是这样子的 你家里的蔬菜 什么的 好像都是阳掉的 都是要快过期了的 她说这个东西 它是自然的 自然的东西 是会坏的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地方 我们又看了一下 最后是今天 到了中国的超市 今天就已经进城了 到了中国 也在中国超市 一看 那个肉啊 只有六块五 五发肉 一公斤 漂亮啊 哦 漂亮 那个肉 我看上去 这个那个 那就是 一看那个肉 你就想吃 那种感觉 那我毫不犹豫 又买了一块 事实上 昨天买的那个 五发肉 只好放到冰冻里面 今天就买了 这个六块五的 我就不信它不好吃 啊 回来啊 就拿出了 最好的绝招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大家知道 我操红色肉 是有一套的 对不对啊 连 在奥斯陆啊 不是奥斯陆啊 在斯特王 我的 做餐馆的 专业的朋友 都表演过我 说我的红烧肉 做的好吃 可是今天做出来啊 当然我也是有点 照顾它的口味了 不要做的那么浓 对吧 没有放那么多 这个这个这个老臭啊 但是那个肉吃起来 像水一样 那真的 我真的不能说 它是好吃 只是真的是煮烂了 吃一点那个 那个那个调料的 吃一点五香粉的味道 还有一点这个 辣椒酱的味道 还有一点 这个这个这个 怎么说呢 糖的味道 那个肉是真的 就没有味道 所以可能也是一份 这个价钱一份货嘛 也就是告诉大家 即使在巴黎的话 你是有各种不同的 这个这个价格 你看你是 适合哪个价格 穷又穷的活法 是贵又贵的活法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其他的呢 就是我这次从这个挪威过来 到喜马牙 天气比较热 所以我衣服带的特别的少 而且也没打算再巴黎 酒带 所以我是没有带过冬的衣服来的 所以到了这里以后 昨天到那个潮市一看 哎呦 看那个衣服 大概是八十欧 五十欧 还打半折 打半折 打折 那我就买一点吧 我朋友说 哎 你记不记忆穿二手衣服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法国 我们是有这个传统啊 自己不要的东西捐出去 这个是有一个 像是这个慈善这样机构一样 他说的这衣服就很便宜的卖掉 我说你吃东西那么讲究 就穿衣服就不讲究了 他说衣服没关系啊 对不对 这个衣服被人穿过的 我们在利用 对吧 就健康是没有影响的 对不对 我们就洗干净就可以了 那吃东西不一样 对不对 吃了肚子里去的 我觉得有道理 那就把 我就先不买嘛 给你照地壳镜看看再说 结果带过去一看 哎呀 所有的衣服 一欧 当然这是 现在啊 他不是说永远是这样啊 但是有一段时间 他要处理这个库层了 随便你 一欧 说我买了13件 光毛衣就买了3件 看似于都是 品牌啊 那有些衣服 一看到法国人穿衣服 那确实想究 他这个不要的衣服看出来 我穿的都很fashion 非常的时髦 就花了15欧 就买了15件衣服 今天过冬的衣服就够了 所以说 穷人有穷人的活法 所以在这个巴黎的话 你可以很贵 你也可以很便宜 这个关键是你怎么样在这里生活 顺便讲一下这里的房价是很贵的 那比西班牙是贵很多 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整个比西班牙都要贵 包括买月饼 好像西班牙是买的是99分 一个欧元一块的月饼 也许我记错了 也许是1块9毛9 这个要问一下 我西班牙的朋友 我们一起买的 在这里就是1块9毛9 如果是西班牙是99分 这里是1块9毛9的话 那就是房贝了 好 价格就讲到这里 就是你到巴黎来 你不要说它贵 或者说它便宜 事实上是 就像在美国一样 看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人群中间 看你到哪里去买东西 看你对你的生活的价值观 和你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吧 这个就讲到这里 下面讲讲这个基础建设 就讲这个地铁 说心里话 这个纽约的地铁 那真的是 让我非常非常刺激 你到纽约去坐地铁的话 那基本上就进入到黑白 这个电影里面 黑白电影 那个50年代60年代 那个老片子那种感觉 那个成就啊 那个脏乱啊 那个臭啊 无法形容 我没想到伟大的巴黎 说心里话 也好不到哪里去 首先是 我今天坐了反复转车 坐了好几趟地铁 或者是铁路吧 坐了火车吧 我没看到一个厕所 我没找到一个厕所 大家知道我是有习惯带一个 自带一个小瓶子的啊 带这个大口的瓶子 OK 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啊 熟悉我们都知道 我背个小包里面 是永远有一个瓶子的 那是应急用的 但是巴黎人民 他不是每个人都准备了瓶子 所以你到巴黎的地铁里面 出站近站的某一段 或者拐弯处 哎呀 那你就是 所以说没有新冠 你也戴个口罩比较安全 在这种地方 啊 你还是 估计口罩也不行 反正你就要习惯这种 巴黎的风味 啊 很浓郁的 啊 这是讲这个 这个这个 清洁方面 这样子啊 基本上每一条都是 你再拐个弯 有一点点拐弯的地方 视角不太好的地方 那个味道就是最浓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为什么他不弄个厕所 哪怕是弄个弄 就像那个那个印度人 他自己要靠着背 啊 他没有厕所 就靠着背 他有个有个男人可以解决的地方 对不对 还冲冲水 这里都没有 这个跟我伟大祖国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伟大祖国 不管哪个城市 那个地铁里走进去啊 这个可以 好好的这个 怎么得意一下 对吧 啊 这个怎么说呢 就自信啊 也可以爆棚一下啊 那中国的 所有的地铁 在最前端 一定是有个厕所 而且还弄得很干净 真的 那个厕所 我不敢说 能够跟日本比 至少是日本跟韩国之间 啊 相当的 干净 所以说 这方面 那是比中国差很远 这个地铁 还有啊 那个天花板都是 都好像要掉下来的一样 啊 很烂的 我这个朋友告诉我 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 十年了 都没有去修 就是破破烂烂 整个这个地铁 这个这个 这个系统里走进去 就是阴暗 感觉就是阴生生的 啊 车辆都很旧 声音也很响 那真的是无法 跟我们伟大的 中国相比 啊 这是讲这个 公共建设 票价嘛 一般般 啊 票价嘛 一般般 你要是拿日本跟 呃 挪威的价格比 那还相对上便宜的 我觉得是 票价是 啊 就是说 可以消费得起了啊 基本上就是 整个基础建设的话 我觉得 公共建设这方面 比中国 那是差了很远啊 这个 车站呢 什么东西啊 都显成就 也都像是那个 早期的彩色电影 那种感觉 六七十年代 刚刚从 开始 电影的时候啊 那种 那种 呃 那种感觉的 氛围啊 城市 城市 当然跟欧洲的城市都一样 也都是老嘛 都是老建筑 这就不 不重复 我就讲 最后讲讲这个 fashion啊 我们知道巴黎是全世界 这个fashion的中心啊 这个时尚的中心 所有的品牌啊 啊 你不管你什么什么 Dion 好 什么什么 多少个品牌我都讲不出来了 coach 啊 随便你讲那些 发过的香水 发过的什么什么什么包啊 啊 都是都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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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巴黎嘛 但是你实际走到巴黎街道上啊 那人要多土 有多土 啊 我穿的这个一块钱的 这次就是一块钱的 走到街上还算是比较穿的比较干净的 那这个穿破鞋 穿破衣服的人到处都是 啊 所以任何一个上海的 呃 小姑娘或者是老阿姨走到这里 那都是最时尚的啊 你们被的包到这里都是最贵的 这里没有人 基本上看不上人去 别个什么品牌啊 啊 弄个什么s2 跟你化个妆啊 没有的啊 大家都是普通 跟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 当然我可能没有去那个fashion那种场合 对吧 没有去高级人 那种那种贵族的那种场合对吧 那种地方可能就是啊 不一样 我主要是 这个巴黎的大马路上啊 尤其是当那个中国城那一带 那简直土的 基本上是中国某一个县城赶集一样的 就那种感觉 OK 好 今天 罗罗斯说 把我这个对巴黎的这个这个初步的印象讲了讲啊 但是我要讲的是巴黎人民很有好 非常有礼貌 这是真的是在电台上是没有人讲话 包括我跟我的朋友讲话 他都提醒我 我是从日本来的哦 日本实际上是不讲话的哦 他都提醒我两三次 讲话声音要小一点 所以他这个文明程度看上去那确实不错 他这个这个巴黎人对人啊 让座啊 让你先走啊 女士先情啊 讲话的这个啊 当然了法语我是最喜欢的 三十年前去日本之前就在法语跟日语中间纠结了好一阵 最后选择去日本了 就由于我日本那个女朋友的讲话的声音太好听了 我日本我误认为那就是日语啊 日语就是那么讲的那么好听 到了这个巴黎啊 这个三十年之后 重新再学点法语啊 这个把我自己过去的梦想把它捡起来 总之我认为法国人还是在欧洲人中就最有强调的啊 最有用味的 所以我在这里的准备跟我的朋友商量啊 啊借他这个地方 住一段时间啊 来深层的了解一下法国的文化和法国的社会 到时候有新的 这个感受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OK Au revoir Au revoir Franc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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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知心爱意 其他都与我无关 只有爱演不了青春 尽管我在你的手中 但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我这些爱着你 让车转发走遍天涯 只要你喜欢 在下月亮 哪怕去疼 自然你希望 被欺负 愿意归迷 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开心 惹我可怜 来操笑我 我什么都愿意 有一天 你避你逆你逆而去 去那远你认识的天天 即使那样也无所谓 因为我也会死去 而我们会得到永恒 在所有光顾的天空 在没有失败的天间 梦的梦 我们这心相爱 梦的梦 我们这心相爱 小敌人在天上聚